大家早安 這是我們在首爾的第一天 我們這次來家族旅遊 這也真的超寒的這個街道 我們現在要搭公車去景福宮 我們進來景福宮了 這個真的超漂亮 我們來到景福宮的正門 超多人 每個人都穿寒服 我們剛借來起來就忘記借寒服了 這個就是按照這個官品站的位置 我爸說的 我爸說的 光話門 他們士兵好像在交接 這裡就是光話門的正門 我們現在去吃午餐 我們到廣場市場買這個 看起來還不錯 很像紅豆餅的東西吃 我們在27號扣下來 其實這個人超多 我們真的隨便找一個地方坐下來 我們點的餃子來了 但是大姐果然是個新媒體人 他說韓國流行糖葫蘆 看到一堆在賣糖葫蘆的 我們買了一個最近韓國很紅的棉花糖 然後麵包冰淇淋 在超市買了一個紅豆冰淇淋 我們現在回飯店吃我們剛剛在市場買的那個綠豆煎餅 然後順便休息一下 這綠豆煎餅 如果單吃它只有鹹味而已 我覺得它好像還有那個白蘿蔔絲 還行啦 這是在路上隨便買的包子 這個紅豆包的麵皮很香耶 我覺得很好吃 可是它沒有那個也沒有招牌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這我們隨便路上的都滿好吃的 跟台灣的包子的麵皮味道不一樣 全部來說這個綠豆煎餅最還好 我們休息完來逛紅大 第一站我想逛那個 這個Coco Friends 買了當地的麵包 等一下明天早上吃吃看 韓國的日落天空也蠻漂亮的 晚上吃這一間馬圃水餐 很多人要排隊 它都是二十元老店 出來發現排超多人的 大家我們來漢江公園看夜景 超漂亮 等一下來吃泡麵 煮泡麵時間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要去北村寒烏村 要搭公車去 我們到北村寒烏村了 這裡還蠻大的 這裡有很多這種寒烏改建的咖啡廳 這裡好像才是寒烏村的入口 我們在北村寒烏村這個最高的點 有咖啡 然後等一下出去好像是有mew的 咖啡廳走出來的 比如就像這樣 這是天王台的另外一面 下面廁所都會尋 超多人在那排隊 這裡就是GFRIEND 拍MV的學校 來吃午餐吃飯飯 這個三義冰淇淋也是航母改建 我們在三義冰淇淋吃 對面咖啡店的東西 想要不會講話 我們在這一間買了很多 它這個複補 有米豆腐味的 這個複補 還有一個蛋白 還被吃光光了 吃飽飯 再來吃這個糖餅 這間還有報導過 希望是好吃的 剛剛遇到那個台灣人他說 點甜的比較好吃 很好吃 我的好了 這個糖餅裡面啊 就是空心的 然後是點蜂蜜 跟那個NARS的 那如果是點鹹的話 裡面應該是會有很明顯的豬肉餡 它裡面還有這種燈果食 這裡就是三清洞有名的那個石牆 經過一下午的逛街行程之後 我們現在去吃晚餐 我姐也要吃醬餡 這是小菜 我們今天是南宜島一日遊 然後我們是羹團 今天第一個行程是先騎湖邊自行車 要來騎自行車了 它長這樣子 四人一台 我們開始了 哇 我們那個導遊是韓國人 他中文也講不好 英文也講不好 我們真的是傻眼 可是這裡很漂亮 我現在一直在踩 你不許這樣 腳一直動 可是動很慢 我們要過山洞了 這旁邊都是這個 風車載位 下坡 結束騎自行車 要去搭火車 剛剛在那裡都忘記拍照 因為我都很控制 接下來是要做什麼火車還是什麼 那導遊真的講得蠻爛的 火車開始了 我們要來搭船了 搭到南宜島 我們要來搭船了 船來了 我們要搭船了 出發 要出發到南宜島了 進去那個南宜島也可以選擇做這種高空飛鼠 啊我們是坐船 我們到南宜島了 我們在那裡 我們在那裡 我們在這間 便利商店 每一個 開樹下吃 成年 休息完 開始散步 這裡這個 其實夏天也蠻漂亮的啊 這個是冬季練歌 他們初吻的地方 這個橋 超好笑的 他寫first kiss 這裡真的蠻好的 就是沿路都有這樣子 可以坐著休息的地方 也蠻適合老人來的 就不會走一走很累沒地方坐 這裡真的很漂亮 這裡有在賣紅豆包耶 超香 這裡有大大的冬季練歌的這個像 超好笑的 一定要跟他拍一張的 我終於找到這個冬季練歌這個像了 在這裡 這一條路 就是有冬季練歌的這一條路 叫做水山路 這裡的樹都很直耶 很漂亮 這裡秋天已經超漂亮 這裡已經有一些樹 已經開始變黃黃的了 我們要去吃午餐了 這個小菜來了 海鮮餅 然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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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包著這個菜式 還有餃子 這個餃子 脆脆的超好吃 然後 小姐說 這個餃子也很好吃 吃飽飯吃紅豆包 這個烤爐蒸的 我們要離開南移島了 接下來的行程是 沈浸樹木園 這是花花草草那類的 這種芒草嗎 我也不知道這種什麼草 很漂亮 這裡就是可以泡泡水 這個水超冰 經過實測 小菊花 這個長得很像玉鼠鼠的花 好可愛 這棵樹好酷喔 花是什麼樹 長得超酷的 這個休息區有讚喔 白天也開這種小的 還蠻有肥的 我們點了 爆冰 這個真的蠻好吃的 可是 它比較像是 雪綿冰啊 不是化冰的感覺 好可愛 我們回到冰凍了 這就是很有名的冰凍餃子 我下去吃蜘蛛餃子 晚上吃蜘蛛餃子 然後 我們附這個麵 這個動物魚吃起來 有一個柴魚的湯味 比昨天我在路邊吃的好吃 鱔魚肉 它的油脂的部分 很好吃 我們還點了盒飯 還有這個超年糕 吃飽飯出來逛街 買這個 鱔魚燒 就跟台灣的不一樣 它外面吃起來脆脆的 蠻好吃的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要去南山 另外還有SORTA 我們想要去搭纜車 哇 這個坡真的是 SORTA真的好多坡喔 其實可以看得到SORTA了 那個尖尖的那個 這個 就是了 我們要搭電梯上去 超酷的這個電梯 那個藍車 九點半還是十點才開 我現在太早到了 所以在這裡面 很慌 我們等一下就是要搭這個藍車 然後 那你就可以看到SORTA 藍車開始了 藍車走出來還要再爬樓梯 才會到SORTA 我們到頂了SORTA 全部都鎖滿了愛情鎖 這裡就是可以看SORTA 市景的地方 我覺得晚上真的會很漂亮 可是因為我們行程 反而是排晚上 可是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太累了 就沒有辦法晚上來 可是白天也不錯啦 這裡有那愛情所做成的樹耶 超可愛 這裡還可以求那個 錢的樣子 在這裡換這個 然後 應該就可以投這個 我是石斧 所以我應該會投這個 這是我的 全部都是韓文 可是有看種一個姿勢 這裡的二樓啊 全部都是這個鎖 哇 超帥的 這裡的鎖 很多都生鏽了 你知道她的愛情還在嗎 我現在要搭老車 下去衛冥凍 吃午餐 中午吃這個黃金牧場 我們的小菜 我們的肉 你看好像會幫我們 肉 一些牛肉 與我 Dialog 心情 有些人 是